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写它解决什么问题呢 它是解决造型的敏锐性 生动性和概括性 书写因为要很快地去抓对象 所以他训练画家很敏锐地把人物的形象最要害的东西 规律型的东西把它抓住 生动性 因为这个书写是动众取形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画舞蹈的书写 它是一瞬间的动作 你要眼睛非常敏锐地抓住这一瞬间的动作的要害 慢写 慢写训练是解决我们造型的准确性 深入性 以及真实性 那么这个默写解决什么问题呢 默写解决我们画家造型的一种记忆性 记忆力 规律性和整体性 因为默写它是经过画家头脑的过滤 那么所以它必须是掌握人物形象的 包括动态 包括结构 包括比例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那么它还要经过一定的加工 它没有对象 所以你要去安排去布置 它整体的要求就比较强 那么这个异写是训练我们艺术家 画家 人物造型的一种艺术性 创造性和个性 那么异写我刚才说了是小品训练 根据自己的这个意念 意象去进行练笔 那么它这个里面就是一种创造的能力 艺术表现的方面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以及你画家个人的个性都可以表现出来 那么通过这样的试写训练 我们这个造型能力才能够解决 才能够比较自由地去把这个 所以你要想表现的形象表现得比较得性应手 那么白苗的训练呢 一般的人的观念 这个所谓是线苗 白苗 就是一种墨色 一样粗细的线 这是一种物件 那么一般的讲的工笔的人物化的白苗呢 这个线的变化 墨色的变化比较小 那么这个人物化的这个 写议人物化的白苗 它这个线的变化可以比较大 粗细 干湿 浓淡 这个 都可以在白苗里面进行表现 如果说是白苗的训练只是一种墨色 一样粗细的线 那么画灌了以后 你再去画这个写议画的时候 它就不可能写出来 写不出来了就 所以一定要改变这种观念 那就是这个白苗好像就是一种 一种变化的线 应该是训练是多种变化的线 而且是要用线去表现 一些不同变化的线 去表现这种形象的各种各样的 那个形象里面的这个质感啊 亮感啊 甚至这个一种色彩感啊 要表现得好的话 它都能表现出来 那么这个 就是我在现在先呢 就这么讲一下 有一些具体的 回头呢 这个在画的时候还可以再讲 为什么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